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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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科技背景的 我可能議題都是在科技的研發上面 講句實在話 回想度 共鳴程度沒那麼大 反而是一些社會議題的共鳴程度 反而同學們討論的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高老師就會針對這些事情 做一些比較詳細的 我會做什麼殺人風機 就是說什麼 因為那個風機裝在你們家附近 然後你就每天聽 然後聽了就產生了這些 這些症候群 陳老師說其實大家其實 有蠻多老師都已經參加過蠻多 這種很高階的政策討論 所以其實你們蠻懂的 可是對學生來講其實蠻多人是不在意的 或可能新聞上面 看到他們也會略過去的 然後其實我們也是希望說透過這個工作坊的目的 可以讓他們未來再看到 因為他們已經操作過一次 然後未來再思考相關主題的事 再看到相關新聞的時候 他們可以多停留個幾秒鐘 或許這都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之前我是基電補系的 那我們比較屬於就是機械性的操作 或者是軟體上面的比較專業的工具的操作 那透過這個PBL的過程 就是讓學生去發現問題 然後去解決問題 那科技卡就是選一門我們 比較有興趣的這個能源發電的一個方式 然後再針對挑戰卡去撰寫這個能源發電 它有什麼爭議以及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大家在及時廣益看有什麼對策來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從這過程中小組非常熱烈去衍生到非常多的問題 雨電供生 太陽能發電 屋頂型的太陽能發電 或是離岸供電的發電 透過這些一系列的活動 然後讓我們在小組之間 彼此之間可以互選 共選 相當有意義的一個教學方式 其實都沒有帶出來是 應該是說 相對比例來講 調整或者是說 可能小的這個供電範圍可能可以 所以是沒有錯啦 不太一樣的這個問題 還有就是 一天馬力強的那種政策方法 然後讓大家知道 而且通常這裡我們也提到 共同的問題就是 維護真的很不容易 對這個票服飾跟固定式 不曉得這一組覺得是 它最大的差異性 它對於人員教育的部分 就是用議題的部分 或者是用他們現在 現有的生活的一些體驗 然後去做一個解決 或者是一起討論的部分 是我們在基電補系的部分 工程的領域 是需要再去加強的 讓學生知道說 能源教育的重要性 因為能源教育 其實如果用制式的方式 可能學生會覺得很枯燥 但是透過PPL的情境的方式 就是讓他去思考問題 然後去解決問題 事實上是一個 還蠻不錯的一個教學方法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以後把這個綠能的概念 帶到學校裡面去 讓學生呢 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做到盡量可以減碳 節能減碳 然後為這個地球 做一些貢獻 但是我們應該會把這個帶回去 給學生試試看 部分我們跟他講完以後 他會有不一樣的反應 跟那個知情效果 好 以上是我們的分享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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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